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今天是中秋節 從很多年前開始 有一群人在北投 他們怎麼過中秋呢 他們談樂琴 唱民謠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樂琴中秋節的主辦人 臺灣民謠大師陳明璋 來棚內跟我們一起過中秋 老師你好 你好 老師 我們今天旁邊還有兩位 小小音樂家 是老師的徒弟 對 跟我們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是曹榮茨 我的綽號是激動哥 因為平常都很愛激動 所以就被稱為激動哥啦 很容易激動這樣 是的 好 那你旁邊是誰 我弟弟曹榮茨 大家好 我是曹榮茨 我的綽號是憤怒弟 因為經常被哥哥惹生氣 所以就被稱為憤怒弟了 今天很高興你們一起來上節目 你們知道為什麼要來上節目嗎 不知道 你們兩位跟老師學樂琴很久對不對 呃 不算久吧 不算久啊 大概多久 我三年 她不確定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忘記了 她忘記了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哥哥學的時候是幾歲 我覺得是三年級 我只記得三年級 你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對 那你現在要上國中了 對 哇 學了兩年多三年 對 嗯 當初為什麼會開始想要學樂琴呢 因為爸爸把樂琴帶回來啊 嗯 然後呢 因為這個行動啊 就吸引我啊 我就 我就看 就 就看看啊 結果就開始學啦 就這樣子慢慢慢慢的 這樣就會了 應該是他爸爸來學啦 跟著來的啦 那時候他家還踩一把樂琴而已 那怎麼辦 兩人搶 爸爸跟他搶搶著彈啊 還不算是 結果是哥哥很厲害 對 然後結果爸爸就就 就擺一把給他了 沒有吧 沒有啊 就只有一把而已啊 到現在還是只有一把 對 都是一把 就因為這樣啊 然後結果就變得很厲害 不是啦 就是比較熟練一些 結果呢 爸爸就叫我 叫我去學 然後呢 教他 教爸爸啊 對 那你現在有乖乖回去教爸爸嗎 這個有啦 有喔 那弟弟呢 弟弟手上沒有樂琴 弟弟之前也有學嗎 有學啦 一定一點 後來就比較爽 弟弟就學唱歌啦 YES 他們兩個就分工這樣 哥哥伴奏 弟弟唱歌 老師你記得那時候在課堂上看到他們兩個的印象是什麼 兩個都在看漫畫 哈哈哈 老師你不會制止嗎 不會啊 反正我知道他有在聽啊 嗯 有在聽 他看漫畫 可是他有在聽啊 他算開竅的早對不對 對 他比較 應該講說比較有天分 比較有天分 有天分 示範個兩次他就把你偷學起來了 然後他就去看漫畫這樣 很快喔 對 喔 那我們今天有沒有這個榮幸 請你們幫我們演奏一曲 可以啊 請問你們要唱什麼 四季鴻 好 好 照顧眼睛 你還亂退出 出顧眼 夏天好 真氣鬆 像我們這尊不悠閣 有的太陽不悠閣 多一行感到有百行 百分手有百九 水第一頭是有紅 好棒喔 這個不是我挑的 這個學會是因為有一次表演的時候呢 我就掌停啊然後就慢慢聽就回了 然後就自己學了 後來就自己摸了 對 所以其實樂琴真的很會有自己的個人風格 對不對 你們兩個人會唱幾首曲子 沒在算 很多 不多啦 差不多 早餐的人可以唱 對嗎 還可以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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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過五首以上 超過五首以上 可以開個人演唱會了啦 這個還不是 這就沒了 我有看你們去年的演出耶 你們還有安可曲 是啊 去年 去年記得嗎 哪裡啊 我以前保護館 那個 那一個 我記得去年 是去年前年 我想跟陳明張老師好像表演過對不對 有 有 有 陳明張老師唱啊 你彈啊 對啊 然後我拍的時候你眼睛都是紅 來 你說那個是不是 好 對 可以來一下嗎 這個唱吧 你可以講掉啊 我知道啊 你一直說 那個你知道嗎 你還來 對嗎 對呀 你已經招發了 對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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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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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